按一個讚 這個封面是代表不穩定的溫床 利用社群專業播報氣象 這是多數人熟悉的彭啟明 大概200個客戶左右 同時創立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 單綱總經理 520新政府上任後 新身份將接下環境部長 我個人是天人交戰 因為我來自於產業界要到政府服務 的確是滿有一點壓力的 特別是要說服家人 但是我想我勇於來做這個事情 我勇於我願意來承擔這個事情 4月上旬接獲卓榮泰征詢 54歲彭啟明身兼台灣氣候聯盟秘書長 中央大學兼任教授等職務 長期投入氣象環境領域精力完整 早在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期間 兩人就認識探討氣候變遷 尤其2014年一場強降雨積水 彭啟明更公開為賴清德按讚鼓勵 他有一次跟我交換說 以後颱風來天的時候 我要跟他說 我的確有幾次颱風天 因為有他的這個團隊的訊息 所以傳給他 所以他就來上我的節目 就是這樣而已 我覺得他是一個君子 所以我是真的是一個君子之交 曾多次借重彭啟明長才 甚至2019年蔡賴初選還被募集 彭啟明進出賴清德辦公室 十幾點敏感 那次被拍到我也很冤枉 因為他要去日本 他的團隊問我說 有沒有認識日本的專家 所以我就帶著他去訪問 那沒想到過兩天被拍了 那我又不能去否認就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並沒有報恩這個事情 以黑馬之資接掌環境部 包括探費審議探權 四接環評等 都將在環團和產業間拉鋸挑戰 氣象專家宣布播報工作先喊他 氣象主播他在民眾的信賴度跟支持度 說真的比部長還要來得高 所以我說的 我未來如果我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多久 我會盡量努力 彭啟明民間影響力加分 又和產業界合作密切 意外人選成為亮點 為新內閣注入活水 三內新聞徐趙偉 增加